现代人生活繁忙 还要面对大量如雪片般的资讯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阅读并理解 成为时下最夯的必备技能之一 像这位男大生便利用暑假期间学习速读 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那我想要学的这个技能 它可以让我在资讯快速替换的情况下 有效的获取我想要得到知识 一般人阅读大多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 一分钟大约只能看300到700字 但是阳试速读找到学员 以10个字上下为单位的词群阅读 便能提升5倍上的效率 你可以想一下如果说这篇文章有60个字 那一般人在看书的时候 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看 他要看60眼 其实对眼睛来说就是很累 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那透过速读的技巧了之后 也许他看一篇文章只要看三眼就结束了 无论是课程中的快闪投影 还是能自己练习的目利机 在短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捕捉快速闪过的文字 彻底训练学员的速读能力和专注力 之前在看一些其他就是速读 关于速读的书可能不会讲解的那么细 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训练 但是目利机就是一个让自己训练自全阅读很好的方式 因为我有这样子做的话才可以就是真正体验自己的速读能力 目前要是速读以学院年龄划分四种斑别 从教材到课程编排都有所不同 老师会搭配速读相关周游激发孩子学习动力 像周围林小弟就对成效超有感 速度会越来越比较快 然后阅读时间也不会那么长 然后也可以了解做什么理解 所以阅读测验的时候都要全都要够 深耕台湾速读界五十个年头 执行长也透露未来将会推出速读专用APP 那速读训练除了与时代接轨 更要融入日常生活 我是汪蓝军 阳诗速读的目立机帮助我有效提升阅读速度 让我轻松准备国考 一举考上高普考双绑 阳诗速读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 速读的第一品牌 阳诗速读 02-2331-4141 那你觉得这个速读到底帮助到你什么 速读喔 我觉得第一个是念书的信心 因为我后来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我有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阅读障碍 你有阅读障碍 有喔 有喔 因为我看字很慢 我其实小时候就是 是习惯一个字一个字一看 然后你常常就是要笑话一篇文章的时候 就是你就觉得 怎么好像有旷日费时 就是我好像要一个一个字看我才 觉得我把这个文章的内容 都有看到 可是实际上不一定 你可能在看的过程当中 你前面也就不懂 对 就是你大脑没有那种对这个文章的整篇结构 对 这个重点的一个概括的那个能力 也是很微弱的 其实我从小就对速读是很向往 我小时候看到那个传当的时候 我就很想跟我阿公阿嬷说 我要去学速读 那你经过速读训练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觉感情吗 觉得念书变得比较没有压力 我比较有自信 那在阅读障碍的改善部分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善 阅读障碍 就是看字群 本来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看 对啊 然后慢慢的 因为要是速读它会教你从 两个字两个字看 到三个字三个字看 对啊 然后就是一排一排看 这样子 学速读它是一种 那个 阅读习惯的改变 所以它需要一点压力 我觉得其实学速读它本身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那在补习班就是目立机 目立机它就是强迫你 一排就这样就看过去 那你就是在它目立机扫到的 那叫速读机 速读机这样扫过去的时候 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在 它盖过那个内容的时候 就要看到那个关键字 那这个是一种 也会提高你专注力的方法 电到后来就是会变得比较自然 就是你会看报纸啊 或是看杂志啊的时候 你看到那堆文字 你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提醒自己 就是看快一点 看快一点 然后自然而然就抓到重点 看快一点 也许第一次没有办法说 很快所有重点都抓下来 但是你至少你第一次看完的 那个时间缩短了 对 那你第一次看到一些重点 那你在第二次一定还会再看到更多重点 那时候28岁去接触导演时数 对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们那个年纪的 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对以前会觉得说 那个速读好像就是对小孩子的一种 潜能开发 对就只有小孩子在办得到 对大人你可能都定型的 去学的时候我就觉得 欸刚好应用在准备考试 欸竟然是一个好方法 看得快 然后又可以抓到重点 然后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写出来应用在考试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啦 就是很感谢仰视速度 今天这个人他要是 希望能改善他的阅读能力的 就是你对于一个 他平常就不太看什么书 或者说他没有这个必要来 就是学习这一块领域的 的确你在push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没有自信 他会觉得这个就是小玩意儿 对可是其实当你真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高阶的CEO啊 或者是那一种你要日理万机的人 比如像张忠谋 就是很忙 可是他还是看很多书 速度的方式就很重要 就是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去训练你的大脑 真的是对于你本身 你就是一个很需要 短时间消化大量内容的人 其实你真的要好好学速度 那你如果真的觉得只是 小孩子的玩意儿 那他真的就只会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因为你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东西 我是汪兰君 杨诗速度的目立机 帮助我有效提升阅读速度 让我轻松准备国考 一局考上高普考双榜 杨诗速度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速度的第一品牌 杨诗速度 02 2331 4141 杨诗速度No.1 新课刚上路题目变化很多 导致呢 这题目字数也跟着增多 不少考生跟家长都反映 现在很多考题漏漏等 结果呢只问到一两题 等于要花很多时间阅读 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家长 让学生干脆去学习速度 整篇就是这个阅读测验嘛 那不只是国文科 很多科也类似这样的现象都出现了 谈到考试科目 漏漏等考生家长 无奈还是无奈 石先生两个最小的孩子 正准备迎接高中跟国中大考 但新课刚即将登场 题目越来越长 讲究阅读能力 也让速度风潮渐渐追起 一整夜满满的阅读 只考一到两题 像这样的提醒 不再只出现在英文阅读 而是各科题目都有类似情况 中小学占掀起速度风潮 业者表示最近一年 课程询问度增六成 报名人数增两成 国文教师分析 回答素养题要看懂文艺 看懂后事半功倍 看不懂容易丢分 好正式速度机跑出来的速度 是每分钟阅读速度400个字 好可以看到现在透过速度机的帮助 可以提升我们阅读的能力 根据我们的了解 现在的国文科全科有12000多个字 80分钟的考试时间 等于说一分钟你要阅读150到200个字数 所以阅读的速度越来越重要 这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 就是专注力够 那当然当你专注力够的时候 你整体阅读 阅读理解力就会变强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专注力够 你就可以读得快又记得牢 那这样子呢 其实会带给学生呢 在阅读上有成就感 国文科每分钟要消化150到200字 还得有作答压力 速度业者表示 正常人在不紧张情况之下 每分钟可以读300字 但若有考试压力 字数量就会减少 训练速度 每分钟阅读量可以提升3到5倍 分配考试时间也能增加 他其实不是不会写 而是看不完 看不完 看完了文章之后呢 其实就打钟了 他来不及看题目 那速度可以帮助他的就是 看完了文章之后 赶快看题目 然后再从题目当中呢 找到关键字 再赶快回对到文章 文章里面去找答案 最重要的是小朋友的专注力 提升专注力 记忆力 累积他阅读量 提升他的阅读理解 慢慢的年龄层会越来越低 希望从小就开始培养 尤其辛克刚强调是素养题 特色就是多元 而且绕很多弯 不少考生反映 因为读不懂而写不完 不只是国文题目 包含物理 化学 甚至数学 考题不单只考专业解题 更考学生 逻辑阅读 他还是基本上要阅读 只不过是数学 一般来讲做题目的时候 他的题目会比较倾向于说 比较需要更精细的 更精准的理解 题目读偏调了 这个占了蛮大的比例 所以阅读还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很基本的工具 其他学校国文科老师表示 面对考试 考生还是得准备好国学底子 若是阅读比较慢 搭配速读才有帮助 若自称国文底子不足 不熟悉的科目跟解题 就算是速读能找到关键字 抢分还是有限 但快速了解题型问法 的确会加快速度 也替后续检查考卷 留了份时间 如果我们这些素养题目的题杆 再继续那么长下去 如果没有节制的话 那我想速读对某一些 本来譬如说是偏财 他数理行 可是文科不行 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 新型课纲考题多元 就怕解题慢人一步 供速读抢先机 但最终还是得回归考生 自身实力 科科准备充足 自然能增加硬考实力 TV的新闻叶俊宏 台北采访报道 如果想要在国内完成了 主要的学业的话 得要克服的就是108 新课纲着重的素养题 因为为了要考验学生 阅读理解的能力 考试的题目越来越长 以今年国中会考 还有学测单科来看 分别都有高达7000 或者是破万字 这么长的题目 学生不一定是不会写 而可能是看不完考题 家长现在形成了 一股速读般的报名蜂巢 这两年报名的人数 就多了两成左右 有没有看到 两杯茶 完全正 50分之1秒的速度 一个字都没看到 字卡已经闪过 但是运用速读技巧 文字瞬间变得很清晰 再一次喔 看中间喔 请让路 答对了 学生练好眼力 看词语还不够 还必须因应素养考题的趋势 适应国中会考 单科高达7000字的题目 因此接下来还要挑战 跟着这台速读机看文章 对这次比较快的速度 学完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东西 可以练习很多次 因为阅读速度变快 不管是在看什么书中的人 很快速的阅读完 然后也知道里面的 大概的意思 研究指出 一般人一分钟 可以阅读三到七百字 学会速度 可以多达1500字 以学测国文科 整份考卷一万两千字来说 一般人需要四十分钟看完 但速度 竟然只要八分钟 节省了五倍时间 而常问型的素养考题 越来越多 也让这一两年 报名速度班的学生 至少多两成 所以有时候看 你在看一篇题目啊 你可能看一遍 你还不见得看得懂 所以你可能要多看几遍 那速度就提供给你 多看几遍的这个好处 虽然看得快 节省考试时间 但是部分高中老师也提醒 学生还是要有基础知识 才能速读文章 记住重点资讯 否则答题恐怕也会错过 考题关键 八道新闻 孙权林博志 台北厂报导 知识就是力量嘛 你吸取更多 那你力量就会比较大 就会比较更优秀 好 好 我觉得学速度都很有帮助 学速度看速看得更快 讲求速度还讲理解力 可以帮助我记忆力增强 我觉得我的反应力 或者是速度之类的 那个就变好了 可以竞争啊 就是感觉 我自己记忆力很开心的样子 我觉得速度看得很勇气 然后普通科拿上都不会上 速度各上的东西 主任说 一天就24个小时 那么我们要如何放大它 就是看得比别人快 你比别人看快五倍 你就比别人多五倍的时间 这就是速度的力量 速度讲求的就是一个字群的阅读 我们一般人呢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 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看 但是呢 文字的特性呢 它是需要一群一群的字看 因为你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看的话 可能会 你会分心 然后会错意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反而你阅读越慢 那你理解力是下滑的 记忆力也是下滑的 成立于1970年 将近五十几年的老品牌 从以前的混合班教学模式 到如今依照年龄分班 一步一步的自我进步 为的是给予学生 最精致化的教育内容 我们目前有幼幼班 基础班 还有进阶班 小朋友上课 跟大人上课的方式 其实就很大的不一样啊 所以呢在基础班 和幼幼班的部分呢 我们会以游戏的方式来学习 让他玩中学 学中玩这样子 快乐学习 是年幼孩童的教学宗旨 这些速读游戏 都是细心挑选 开发意志 训练专注力以及速度 也设计快闪的课程 来培养孩子其他能力 学生透过快闪 自群的这样闪闪闪的过程当中 看完了之后 我们老师会问他一个问题 那从这当中呢 其实就是一个阅读速度快 然后又有效的一个训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训练到你的速度 你可以理解高 然后记忆力强之外呢 很大的附加价值就是 你的作文能力也提升了 写作是如今考试的一个趋势 主任利用回响的这个过程 让孩子阅读后 用自己的话写下文章大意 而进阶班更是结合专利仪器 提升专注力 目立机还有电脑快速闪事机 这两个呢 都是在帮助我们自群的阅读 那当自群的阅读训练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速度机 那个速度机是 踢棒这样子慢慢地 一行一行地盖过去的 这样子其实就是在 强迫你要一行一行地看 那自群代入文章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孩子的成长 一直都是杨主任 这感到骄傲的事情 透过这里的阅读训练 再加上回家功课 我觉得差别很大 那我相信对他以后 因为接下来升高年级了 然后我相信之后 对他念书上面 应该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你看书看得快的话 基本上呢 你在做任何事情呢 都应该会变得有效率 那更重要的是 因为速度在训练你的专注力 所以呢 专注力会把整个学习扩大 就是学习效率呢 会提升 你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去学更多的东西 不要变成时间的奴隶 我们应该变成时间的主人 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Ruby老师 今天呢 由我帮大家介绍这个进阶班的体验课程 好那我们呢 来先看一下这个线上课程的注意事项 那我们线上课程呢 8点20到9点20 这段期间呢 就请大家专心听讲 那因为是线上的关系 所以呢 如果有连线不稳的状况呢 你就重新连线 或者是有断线的一个状况呢 不用担心 就重新点击 会议室就可以了 那我们等一下呢 也会有一些互动 那会希望说 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呃 你就先把这个麦克风呢 关静音 那我们有在互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呢 然后呢 跟我们一起做互动 那有互动呢 就有学习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 呃 做这个训练吧 好 那刚刚呢 有看到一些这个影片 那都是一些学生的 这个学习的 呃 过程 学习的 学习速读的过程 那还有学习完后的心得 那 呃 基本上呢 有来学的话呢 你就会发觉 发觉哦 来学这个 来学这个课程呢 是把你在 呃 这个 过去呢 也许你有专业一些 读书的方法 哦 那可能呢 欸 不知道怎么样 把它做到 那透过这个速度训练呢 就可以让你呢 知道啊 变成做到 做到更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大家呢 是不是都有以下的困扰哦 比如说呢 第一点呢 就是读很久啊 以前人哦 你可能会觉得说啊 读很久啊 读得久啊 才能吸收啊 但是呢 殊不知啊 你读很久的时候啊 哎 发觉呢 分心的几率比较高 哦 读越久越难吸收 花很多时间 但是呢 成绩啊 却迟迟没有进步哦 那我不晓得大家 大家对于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很有同感哦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同学啊 学速读呢 是非常有有帮助的哦 或者是呢 你补习补很多啊 当然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啊 常常鸭子听雷哦 就是呢 常常分心啊 没有在没有在听哦 或者是呢 回家啊 东西太多 根本没时间复习啊 所以呢 越补啊 动越大 或者呢 读书三分钟热度啊 常常呢 读了两三分钟就分心了 或者是呢 诶 看一本书啊 或一篇文章很没耐心哦 那就随便乱看 或是看到一半不看 那这个呢 也都是可以透过速读来改变的哦 那这个呢 有更多人有了哦 尤其是国高中 国高中的学生 或者是你现在 在考任何的 比如说一文检定啊 或者是高普考啊 或是什么 呃大学啊 会考啊 什么的哦 指考啊 考试题目越来越多了哦 常常做到一半就打钟了哦 那这个呢 速读一定可以帮助到你哦 那再来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哦 很多的 呃 尤其是上班族哦 他们研究了很多的 这个读书方法的书籍啊 但是呢 我始终啊 只是停留在知道啊 没有做到啊 没有做到啊 这个呢 也许呢 造成你的困扰哦 那来速读班呢 就对了哦 别担心哦 杨士速读呢 帮你解决呢 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哦 那我们的课程呢 哦 台湾的首部经孙啊 啊 也有来学哦 国际知名的影歌星哦 还有百万人youtuber啊 都是哦 都是找杨士速读来做这个训练的哦 今天赶紧学起来啊 保证受用医生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速读 首先呢 那第一个呢 刚刚我们讲到了你那些困扰啊 很重要的就是专注力哦 我们就是专注力不够啊 所以常常啊 这个看书的时候容易分心啊 老师上课的时候容易恍神啊 都是跟这个有关 透过速读的训练 提升你的专注力之后啊 你在看书的时候啊 就能够看得快又记得了 那当你看得快又记得了的话呢 你就会对读书有成就感啊 你就会觉得哇 我比以前读的更轻松了 然后呢 吸收的这个知识更多 更能够跟别人呢 沟通分享一些新的资讯呢 哇 这个收获很多 然后呢 你就会越来越喜欢看书 你的阅读量就会增加 阅读量增加的话呢 理解力也会提升 当你理解力提升了 那记忆力当然也会提升 那透过速读的训练的话 进阶班呢 我们更强调你的速度哦 会透过专利的仪器 目立机还有速度机 还有电脑快速闪示机啊 来提升你的阅读速度 那再来呢 我们透过这个快闪的过程当中啊 不只提升你的阅读速度哦 还有呢 增加你的反应力 哦 阅读速度呢 就是很快看到了之后 然后呢 你反应很快的记住 然后写下来 这个是训练的反应力哦 那除了训练你的反应力之外哦 还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在训练很快的 这个作答的时候啊 无形当中也在训练你 作答的速度哦 所以呢 很多的同学啊 都会觉得说 哎 经过这一连串的训练了之后啊 他有拖拖拉拉的毛病啊 很大幅度的改善了 变得 变得 做事啊 都非常有效率了哦 非常有效率 好 那最后最后呢 就到了创造力了 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啊 AI呢 机器人啊 非常厉害 未来呢 可能取代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工作 那有什么样的人工作 容易被取代哦 就是有创造力的工作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创造力 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啊 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有创造力 就是要大量阅读 大量阅读 你要比别人读的更多 应该说比你现在读的更多 那我们要读的更多的话 就要提升我们的阅读效能啊 如果我们的阅读效能能够提升5倍的话 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比我们现在的我们 多读5本书 或是呢 同样一本书呢 读5遍 增加我们的广度和深度 那这样子呢 大量阅读呢 就会变得更轻松 那当我们大量阅读了之后 头脑里面有更多的东西了 就可以激荡出更多的创意 我们就不容易被取代了 变成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才了 那我们的课程呢 基本上呢 可以让你呢 阅读效率呢 提升3到5倍 文章理解力达到70到100%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呢 科技非常发达 网路传播速度很快 所以你会发觉现在呢 现在的人呢都有一点资讯的焦虑症 那个旧有的资讯呢 还没有吸收完了之后 新的资讯一直来一直来啊 那如果呢你阅读速度太慢的话 真的会跟不上时代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考题啊 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啊 也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了 因为呢我们现在真的 资讯真的太多了 你必须要学会速度这个能力啊 你才能从这么多资讯当中呢 找到你要的或是重要的重点的部分 所以这个速度技巧 不管是现在或是未来啊 都是非常重要大家必学的一环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108课刚刚对国高中生啊 甚至对大学生啊 甚至要考试的学生啊 都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我刚刚说的考题越来越多 然后考试的状况呢是越来越灵活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国高中生的这个部分啊 跨领域的阅读啊 又非常重要了 过去呢联考时代呢 你只要好好的把一本书给读完 读透了啊你就100分了 但现在呢考试是没有范围的 所以呢你要尽量的读大量的读 那再加上呢跨领域啊 也许呢他跨五个领域 那他就五倍的量 过去呢你回去呢只要读一个小时的书啊 现在跨五倍的量啊你可能就要读五个小时 那哪来那么多五个小时回家就已经 回到家里面就已经跨累死了 还读五个小时 那整个呢就压缩到你的睡眠时间啊 你就会觉得时间很不够用 怎么7天啊一个礼拜7天啊怎么都要读书 而且呢成绩啊还迟迟没有办法进步 那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你的读书效能啊 我们读书效能提升了五倍的时候啊 我们整个呢就可以压缩我们的阅读的时间 压缩到五分之一 然后呢还可以考个好成绩 因为我们这个变专注了啊 读书变快了记得更牢了 那我们呢就可以做到这个时间的控管 时间管理的部分 该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就可以分配好 那一个小时读书那剩下的时间呢 你就可以用来做比如说学一些才艺啊 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 或者是呢学校一些比赛啊 增加你未来啊在这个学习历程档案的建立啊 啊学习历程档案呢越丰富的话 那对于你未来呢要申请到更好学校的时候呢 也会非常非常有加分的 好那我刚刚也讲完了速读好处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 那既然速读这么重要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选择 一个值得信贷的品牌啊 那阳市速读啊就是目前在台湾的第一品牌 也是唯一的速读品牌啊 那我们在1970年就创立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 那我们的学员啊 亚太地区也超过130万人啊 那也是很多的名人网红 布洛特所指定的速读品牌 那阳市速读呢 也受到这个总统的 还有各界的一个肯定 那在2019年的时候 有获得台湾把大品牌的殊荣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 也获得了这个台湾服务创新奖 因为呢我们把速读机和目立机 我们的专利仪器数位化了 现在大家用手机和平板 也能来学习速读了 那在2020年呢 我们也荣获了行政院劳动部 人力发展品质系统TTQS的认证 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很多的名人 巨星都有来学过 首先巨星就是何润东 蔡依林 林青霞 有没有很巨星 而且是国际巨星 再来呢 这个月布客 百万YouTuber月布客 是专门讲这个读书方法的 还有呢我们的部落客 十几万粉丝的 这超厉害的这个部落客 他的小孩小鹿也有来学 而且学习的效果相当不错 大家有看过一幕十行吗 我告诉你小鹿他就是一幕十行 来我们来看 小鹿在五年前就来学过速读 然后呢他说他现在一本书 30分钟就看完了 一本书有多厚 这么厚 这么厚的一本书30分钟 你看他每次看这种一本书 都是30分钟就看完 他妈妈凯丽哥问他 人家说一幕十行是真的吗 小鹿回答 他就是这样看啊 有没有 所以呢 一幕十行是真的哦 只要你愿意学 他就会在你身上 好 所以这个能力是可行的哦 是有是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有这个潜力的哦 好那我们也是多效指定的客户速度品牌 所以呢 真的有很多人很多人都在学哦 那也许他学完了效果很好 不敢跟你说 因为呢他说的话呢 你就会跟他一样厉害哦 所以呢很多人学 学得不错都不 都不敢 都不敢太说哦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坊间呢 有很多的这个课程呢 他是属于快速记忆的 那很多人都会问啊 那速度跟快速记忆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来讲一下哦 速度是什么 速度呢 他基本上就是阅读的素养培养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呢 我们速度啊 是从阅读理解的 理解了就记起来了 所以很简单 理解了就记起来了 好 那很多人都会问说啊 速度啊 是不是看的那么快啊 这个头脑啊 还没有办法吸收啊 是不是对记忆啊 嗯没有那么好 就只是快而已 那这个迷思啊 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的记忆啊 要怎么养成 你要怎么样达成长期记忆啊 很重要的重点 你要学会速度 才能达到长期记忆哦 为什么 因为长期记忆他没有捷径 他还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多次 你要多次的看 多次的想 多次的背 多次的用 甚至到最后多次的教啊 你想忘都忘不了 就好像人家常会跟你说啊 重要的事情要讲几次呢 要讲三次啊 重要书要读几次呢 你要读五次啊 你才能够达到长期记忆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呢 很多人都说 哎呦我读书 慢慢读就好了 干嘛读那么快 干嘛读那么快 如果你没有读快一点 你怎么都看几次啊 那你怎么达到长期的记忆啊 你想想看 你如果归宿的话 一本书啊 你常常呢 第一个 没耐心看 就没读完 第二个呢 读太慢哦 晃日费时 读了后面 忘了前面 那这样子 都没有多次的阅读 记不住的 记不住的 所以呢 透过速读的训练 让你可以多次的阅读 不要说连一次都读不完啊 一次都没读完的话 就没有理解哦 没有理解就没有记忆 你就是浪费时间 所以呢 我们要读书有效率 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尽量呢 多读几次 比如说 如果我们的阅读效能 提升了5倍了 同样的时间 如果我们愿意 就可以多读5次 那我们多读5次的时候啊 我们理解力啊 就会增加5倍哦 那记忆力呢 当然也就同时增加5倍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啊 考第一名的同学的厉害的地方 因为呢 他读书非常有效率 所以他在读的时候非常专心 然后可以读很多遍 那一般的人呢 没有掌握这个读书技巧啊 他就可以 他就是觉得我时间很多啊 慢慢读啊 结果他连一遍都没读完 这个就是读书的差异 所以掌握读书方法真的很重要 来我们接下来再看快速记忆是什么 快速记忆它是专门处理啊 没有办法理解的 刚刚呢 速读啊 是专门处理可以理解的文章 或是内容 那快速记忆专门处理没有办法理解的 比如说年代记事人民地名 这种要死记硬背哦 像我们过去啊 八国联军还要被哪 哪八国啊 这一群乱麻二德发每日凹音啊 你就会用这个一个这个这个 谐音啊 这个谐音是已知的 它是有有意识的 去记这个没有意识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叫所谓的转换编码 就是用一个已知的东西去记忆一个位置的东西 包含图像式记忆法 谐音法 空间位置 音乐啊 这个东西啊 都是一个记忆力的训练 那它就是靠想象力的转换编码来帮助我们的记忆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速读还有快速记忆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两个都是很好读书方法 在我们的课程过程当中啊 我们都会教我们会是教你一整套的读书方法 包含速读记忆还有做笔记的技巧 好那我们再来讲了 我们刚刚讲到啊速读和快速记忆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它形成记忆的过程不一样 速读呢是透过阅读理解 快速记忆呢是透过想象力的训练 再来呢我们要讲的是使用的步骤不一样 但是你呢如果只会快速记忆的话 那你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啊 还是很慢啊 你还是有可能看到一半就没耐心啊 结果你前面都没有看到重点 后面才出现重点 老师都考后面你就会觉得很噩啊 为什么读书读那么久 结果呢老师都不考都考那个我没读的 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掌握到读书的方法 如果你掌握到读书的方法 你就会先用速读的方式去多看几遍 找到重点了之后加强那些重点来看 然后呢把要需要记的东西抓出来 大概占20% 用快速记忆的方式加强记忆 这样子呢你再读书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你有没有发觉 抓关键字和找重点真的好重要哦 所以是不是要读得快 非常重要你要读得快 掌握这个文章或是这本书的架构啊 你才会很容易的去理解他去读懂他 好这个是速读还有快速记忆的不一样 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重点 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学会速读 让你知道速读怎么用 怎么学的 速读怎么学 至于学会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做到 做到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要刻意练习 那这个呢我们后续会再跟大家讲 来 这个速读原理啊 扩大视野啊 扩大视野的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尽可能一次啊 要看多一点的文字啊 一般人呢在看书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看 这是一般人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看 也是这样看的话呢 你会觉得很辛苦啊 看这个文字啊 旷日费时啊 60个字啊 你要看60眼 旷日费时 但是经过速读的训练之后呢 看三眼就结束了 一个面一个面的看哦 一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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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眼就结束了 阅读速度足足进步了20倍哦 那这是我们有学生也是这样子的哦 等一下呢会给大家看一下哦 好来再来呢 眼脑直印 眼脑直印是什么 眼脑直印就是眼睛看下去 头脑直接反应 眼睛看下去头脑直接反应哦 好那这个呢 眼睛看头脑直接反应 连结度越高 他专心度也就越高哦 好我们来看 我们一般人呢 是像这样子 眼睛看下去嘴巴念念 再传到耳朵再传到大脑 好那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子的状况 大家一定常有 就是呢 看错题目会错意 常常呢 我们的考卷上面啊 要挑 要叫你挑选的是 不是的那个选项 我们眼睛呢 也是看了这个考卷 是不是啊 写不是没错啊 但是嘴巴啊 少念的那个步子 传到大脑里面呢 就会错意了 你就找错了 你就变成是了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用 用这样子 现在在用的这个习惯 习惯去念 习惯去念他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出心大意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要尽量的 把我们的习惯改变 好那要怎么样 把我们的习惯改变 我们就要做一些训练了 那现在呢 就请大家呢 打开你的麦克风 那尽量呢 有看到什么 一起来回应 我们来看大家 谁呢 讲的比较多 讲的比较多 回应的比较多 当你回应比较多 表示呢 你学的越多 好来哦 打开你的麦克风 我们一起来做抢答的动作 等一下呢 会闪过去4到12个字 4到12个数字 你看到什么 你就把麦克风打开 然后大声的跟我们说 你看到什么 来开始 好有没有人看到 4个数字 4个数字 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 好很好 3678 很好哦 来赛下一张 请注意 请注意 请作答 很好 下一张请注意 请作答 12903 12903 很好 729903 很好 请注意 请作答 34678 很好 34678 来下一张 请注意 请注意 請作答 167832 467832 很好 来下一张请注意 请注意 请作答 请作答 2893 4 很好 289 374 374 好 下一张请注意 请作答 有没有人看到 有没有人有看到 好 要不要讲一下 1445097 好 1445097 差一点点很棒 来下一张 请注意 请注意 有没有人看到 请作答 2908 2908 对 好 0290840 很好 我们在看的时候尽量 看中间 一次全部看到 然后呢 改变你的阅读习惯 不要再从前面 一个字一个字念了 因为来不及 如果你还有念的习惯的话 你会看不到完整的这个数字 好 来继续哦 来看下一张 请注意 好 有没有看到 请作答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没有没有 27389402 来下一张 请注意 好 有没有看到 请作答 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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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03 非常棒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中文的 中文的 中文大家比较熟悉 应该会看的比较多哦 我们来看 好 来哦 我们来看哦 开始 第一次播放 请注意 好 有没有看到 请作答 有没有人要说 我爱吃 有没有人要说 好 好 来我说 我很爱吃 来下一张哦 你们说哦 请注意 好 年轻气盛 很好 年轻气盛 来下一张 请注意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好 教学生速读 来 再来下一张 请注意 有看到 要赶快说 来赶快说五个字 很简单吧 来 有看到 赶快说 有训练 有进步 好 有没有人要说 好来高级装饰品 高级装饰品 来再来 很好 来下一张 请作答 很快 转篇小说之王 答对了很棒 超厉害的 来再来下一张 六个字 世界众所皆知 非常好 世界众所皆知 来再来下一张 请注意 好有没有 有没有 请作答 好 来 请作答 来 有没有看到 生活在窮困中却不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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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来再来下一张 请作答 北极熊为什么不失智 很好 北极熊为什么不失智 北极熊为什么不失智 来再来下一张 很棒 安静的坐在教室里上课 完全正确 你很棒 有掌握到字群阅读的感觉 哇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实还是有人一次可以看到12个字的哦 好哦 所以还是有人可以做得到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你看这个初学者好厉害 一下子12个字完全正确 太强了 来再来下一张 请注意 好有没有看到 请作答 好有没有高手在里面 来 作物者的安排自由巧妙之处 哦太强了 高手高手哦 这个12个字有看到很厉害 来再来 我们接下来还有英文哦 很多人呢 会问我啊 这个速读啊 对于背英文单字 有没有会 有没有有有没有帮助啊 我要告诉大家 非常有帮助 我跟你讲 当你专心的你读读书啊 背东西啊 都非常有效率哦 来我们来看 好我们在快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也是可以帮我们啊 比如说背一些这样这样子的片语啊 增加一些呃 这个片语的量啊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这训练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播放 请注意 有没有看到 请作答 非常好 非常好 来再来一下 请注意 请作答 很好 Lesson 2 很好 来再来一张 请注意 请作答 有没有看到 Stay up late 是熬夜的意思 来再来下一张 请注意 请作答 请作答 有没有看到 Help people too 很好 Help people too 很好 来再来下一张 请注意 好有没有看到 I cannot do anything I cannot do anything 非常好 你们好棒哦 太厉害了 我们这里面高手很多 高手很多 好来哦 我们继续哦 我们看完了 我们训练完了 刚刚我们的这个字群的阅读啊 你们刚刚有训练到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 你训练到了扩大视野 你也训练到眼老直映 扩大视野是什么 我们刚刚是不是从四个字 一直到十二个字 这个是很快闪过去 你要看到这些 这些 这些字数啊 这个就是在帮你慢慢的扩大视野 再来呢 眼脑直映是什么 眼睛看下去 同样直接反应 你刚刚有没有做到 如果你刚刚有 像刚刚那位同学 一次就看十二个字 你就眼脑直映了哦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啊 你容易去念它 所以呢 在那么快闪过去的过程当中 一般人只能看到一个字 他就盯在那里了 就念那一个字了 然后其他字都好像没看到一样 那但是 经过速读的训练的同学 你一次就可以看到十二个字 所以 我们的嘴巴 一次只能念几个字 一次只能念一个字哦 我们念一的时候 就不能念二嘛 二是另外第二个音 第三个音 一二三四有没有 八五个音 但是眼睛呢 眼睛它一次可以看几个字 很多啊 不只一次看十二个字哦 很多哦 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呢 就有速读的能力 只是呢 我们一直啊 没有把它发挥出来 因为我们一直都用嘴巴在念书 那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 这样子呢 会影响很大 因为啊 我们头脑转速很快 头脑的转速啊 它的思考的速度啊 每分钟上万个字 但是我们嘴巴看书的速度 每分钟只有700个字 那这样子有没有像龟兔赛跑 龟兔赛跑啊 兔子啊 基本上也不会等乌龟 所以你常常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两三分钟就恍神 就分心 就是因为你读太慢了 头脑跑去省油了 还去想别的事情了 那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从今天起 你试试看 看快一点 那你的头脑就不容易分心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分心了 他就会专注的 眼睛看到哪里 头脑就跟在哪里 这样子来说呢 你就会更专心 就像我们刚刚在看幻灯片一样 你为了看到里面的字 你是不是就会变得很专心 很专心就是这个道理 那很专心的 你的速度就会变快 那变快的 速度变快的当下 你的理解力还会变强 为什么 因为你用速度的方式 速度的方式就是字群的阅读 字群的阅读 帮我们快速的掌握文章的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文字都有一个特性 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 两个字有两个字的意思 三个字有三个字的意思 四个字有四个字的意思 那就是所谓的成语 所以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 一次最好抓越多字到自己的头脑里面 去做解析 效果会更好 你会更能够解析出这个文章 或句子的精准的意思 所以我们上次是不是有一个警报 有一个警报 一连串的字 大家在紧张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把它看成越难了 有没有 这个状况就是你常会有一个字一个字的解析 你就会看得越难 如果你一次抓很多字进来的话 去解析的话 就不容易看错题目 就不容易看错 看错这个文章的意思 这个道理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文字的特性 文字的特性以方来说的话 方大家会想到的是方形 式的话大家也许会讲到公式 但是两个字加起来又不一样意思 又是方法的意思 所以这个文字真的很多遍 它的意思真的很多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把文字抓过来 让头脑去解析 你想想看 人家一个字一个字抓 你一次抓十个字进来 然后解析更清楚更快 所以千万不要再讲说 速读读得那么快 来不及吸收 不会头脑比你想象中还要厉害 好 当你的理解了 理解强 那记忆当然就好啊 那我们反过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速度快这一点 如果你的速度提升十倍 同样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读十次 那你的理解增加十倍 你的记忆力增加十倍 但是有没有需要读十次啊 不用 因为你专心了 所以呢 你也许读五次 你就古瓜烂熟了 那这样代表什么 你又多出了一半的时间呢 有没有 你花了少少的时间 然后呢 读了五次 然后考很好 考第一名 然后你还有更多的时间来运用 是不是很棒 就跟你之前的这个阅读效能 就差很多了 你又多出时间 然后又可以 又可以考高分 这样和乐不韦 超棒的一个方法 好这个 刚刚我们有做这个快闪的训练 那这个快闪训练呢 也是我们在这个速度训练当中的一环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回家作业 这个目立机 只要有参加我们正式课程的同学 我们都会送你一组一套 速度机还有目立机 都会送你一套 那不是速度机啊 速度机是这个 这个没有送 这个是在速度课程里面做的训练 目立机 目立机和目立卡一套 这个是正式课程会送给大家 回去练习的 那在课堂上的练习有这两个 那实体课的话呢 每个人一台速度机在课堂上面使用 这是实体课 那线上课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速度学习系统 速度学习系统里面有速度机 我们就会用这个速度机来做训练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影片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的影片呢 是我们实体课程的上课方式 实体课程的上课方式 好 来哦 我们来看非常的 紧凑的一个实体课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嗯 词 Neil 词 词 词 只要散开 就做自然干淀的就是做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师的经验 那我们会给你一篇文章 然后测验你的阅读速度还有理解力 像这位同学啊 他的阅读速度啊就提升了10倍啊 理解力啊也没有下 好这个是我们的速度的养成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继续来看 这个 好我们的课程过程当中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讲到目立机 目立机回家的功课 那速机课程上的练习 帮助大家提升这个阅读的效率 阅读的速度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课程的规划 课程的规划刚刚有提到啊 我们会教大家一整套的读书方法 所以呢 第一堂到第十堂 他是教速度 怎么样速度 那第十一堂到第十八堂 就是教你怎么样做笔记 怎么样快速记忆 我们现在是教你整套读书方法 那我们不是只有教你知道而已哦 坊间呢 你看一些速度的课程啊 他可能是快速记忆的课程 包了这个速度的课程 或是潜能开发的课程 包了这个速度的课程 他会跟你说 哦我们这边学速度 只要3.5个小时 你就可以学好了 我要告诉大家 那个只是让你知道 怎么样速度而已 但是呢 他没有给你做到哦 因为他没有任何仪器 所有的有仪器的训练 专业的速度训练 只有我们这里有 我们这是独家 独家专利仪器 我们会在第一堂课到第十八堂课 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速度训练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目立机 速度机 快速闪示机 还有限时阅读的训练 我跟大家讲 知道很容易 讲一讲讲一讲 哦哦哦知道知道 哦哦哦 自群的阅读对对对 但是做到容易不容易 你现在去自群阅读看一看 你现在去试试看 我不要默念 你可不可以念 你可不可以看得懂 基本上没有刻意的练习 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所以呢 透过我们速度的 这个系统性的训练 让你刻意练习 达到一个 这个实体的功效 像我们很多的学生 基本上一起上完 至少都会有三倍以上 至少这是最低标 三到五倍是最低标 有的人是十倍 二十倍 这个都是一起上完 就可以获得的东西 那端看各位同学 有没有去自己回去训练 练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呢 在我们课堂上面呢 我们不但是教你知道 还要让你做到 所以呢 课程呢 采用双轨式的教学 老师会教你怎么样做 然后呢 也会实际的带你做 所以透过这个训练呢 你有环境 有仪器 还有专业的老师 真的不怕你 不怕你学不会 只怕你不学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 售后服务 而且我们这个售后服务 已经持续了53年了 好 我们是业界最久的 这个潜能开发的课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课程呢 分为四个阶段 那前面的这三阶 我们是针对小朋友的 这个精致分班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小朋友呢 他的阅读的量啊 那个差异比较大 所以呢 按阅读的量来 去区分他的 这个每一个阶的 这个课程 那到了进阶班 基本上博中以上 再看简单的文章 都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呢 就是 博中以上 就是进阶班 成人班的 专门做一个事情 就是充速度 好 那么课程呢 有前中后的测验评估 来评估你的学习效果 那评估的这个 评估的部分有两个数据 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阅读速度 第二个就是你的理解力 好 刚刚呢 我有提到啊 那个 一般人用一个字一个字看的 那学会速度 很厉害的同学 他就是一个面一个面的 像这位同学 提升了20倍 原本是400多个字 变成9000多个字 20倍 20倍他觉得怎么样 当然觉得很愉快 来我们看一看 他进步了20倍 在做事上面的时间 大幅减少 那你看 可以应用的时间变多了 他就来拿来干嘛 看小说运动 不但强身健体 增加课外知识 生活也变充实了 这是很多人的回馈 还有更多人的回馈是 上完了之后 马上 像这位同学 上完了我们速度的课 隔一年马上考上 考上高考和普考 双榜平民 马上 马上建校 这位也是马上建校 上完了课 一年内 考上师范大学榜首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这个考上师范大学榜首 他就是考前两周 用速读的方法 把堆起来 实际本书的 实际本书的这个资料和书籍 把它看完多次 然后整理出两本笔记 还写完所有理解考课题 所以真的阅读速度快 是非常必要的 尤其是你在准备考试 考试前的复习 你要复习得很快 你要看得比人家多次 我刚刚讲了 长期记忆就是要多次 你如果看得很慢 你连一次都看不完 你怎么跟人家 怎么跟人家去竞争 所以考前复习 看多次 这是防守 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考试当中 你要看题目看得比人家快 所以慢分钟可不可以 真的 你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所以会跟大家说 真的方法比努力还更重要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慢慢看 你会努力很多 但是因为你没掌握到方法 所以你会读起来很累 当你学到了速度的方法之后 你一切豁然开朗 你就会觉得 我以前干嘛那样读书 我就看快一点 然后专心一点 我很快就看完了 我就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还可以考上一个好成绩 我告诉大家 很多读第一名的人 他们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看书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收集论文的这位硕士生 收集论文的这位硕士生 写了一个很好的论文 但是他也没花很多时间 你看这个同学 他说学速读比较帮助很大 他看了他同学 光看专书和论文都已经晕头转向 还未必能读完 这是没有学过速读的同学 很辛苦 但是有学过速读的同学 则是可以全部看完 还有余霞可以着手自己的研究主题 然后你看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论我们来看 花比较少时间的同学 他硕士的论文是第一名 优秀论文讲硕士组第一名 所以常常很多第一名的同学都跟你说 他回去没有什么在读书 是真的 因为他光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敌你五个小时的时间了 所以专心这一点很重要 方法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常常说方法比努力更重要 各班的课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传说你在哪一个地区 比如说台北或是桃园或新竹 你要实体的课表 我们这边也有 那我们也有线上的课 那欢迎大家 LINE来咨询我们的课表 那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 你就在LINE上面填写 我要报名 我们就会给你一些 报名需要的资讯 你就要填一下 还有会给你一个汇管账号 那汇管缴清了之后呢 就等于报名成功 我们就会帮你保留位置了 那积极改变做更好的自己 那阳市速度 开启您成功的新起点 那今天很感谢大家呢 在百忙之中呢 抽空来参加这个体验课 那不晓得呢 体验课上完了之后呢 大家对于我们的课程 有没有什么疑问 那有疑问呢都可以提出来 那欢迎大家提出来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留下来问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边